欢迎大家来到水上学学课堂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你在水上滑艇的时候 带的一些必备物品 首先我们这边是放了一排 都是一些简单的必备物品 就是说一些短图的滑舌 要用的东西 一块浴巾 这个是要带的 因为你身上湿了以后 上岸的时候是需要擦 或者你洗澡的时候 这个是必须要用的 剩下这边有这么一个小的包 包里头装的是什么呢 一些内衣内裤 就是换洗的衣服 就是简单换洗的衣服 你看这种的防晒服 内衣内裤 就是放在这个小包里 因为防水包 虽然说是防水 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太乱 不然的话里边的物品 你还是找不到 本来是干干净净的衣服 最后就弄得很脏了 脱鞋就不用说了 这个保证是一个必备品 因为有的时候你 那个就是上岸 还有一些上厕所 因为你滑艇的时候 基本上都穿的是水袜 水袜上岸我是不建议的 因为一些泥滩里头有石头啊 或者玻璃啊 你是看不出来的啊 带一个拨鞋 这个呢大家应该都认识啊 这是一个手机的防水包 就是手机的防水包 能分好几种 一种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是这个 就像这个刚才给你们拿的那个包 就是卷拉式的这种的一个分属 当然了我还是建议大家买这么一个防水包 因为这个防水包呢紧密性很好啊 也就二十几块钱 就是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 包括它的这个材质啊 如果你液滑的话呢 就是要带一个手垫出来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垫 就是防水的手垫啊 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两个扫子啊 然后如果你救生衣上有呢 那就不说了 如果救生衣上没有呢 你一定要背一个扫子 起码最起码背一个 如果是你们是团体活动 那你就背了 为什么呢 我抽一下大家 就是分辨一下它的身影啊 这个是一个救生扫 是双身的 就跟那个我们救生衣上的那个扫身是一样的啊 你看是这么一个身影 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一个训练扫 那是一个 是一个这样的身影 就是说在水上呢 尽量有这么一个扫子 因为万一 你有队友蜡霞 还有救生啊 因为有一个身影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就是这是一个救生扫 这个是一个防晒霜 那我们防晒霜呢 就是说它的级别也是很多的啊 什么朝十五三十五十 呃如何的合理选择一个这个 就是防晒霜呢 呃那个我觉得啊 就是三十到五十在水上 就是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够用了 呃当然涂防晒霜的时候呢 呃这个是有讲究的啊 呃就是你涂防晒霜 无论是喷雾式的还是涂抹式的 尽量涂抹在哪里 你的眼下 就是眼睛下面 上额是不涂的啊 呃因为呃你在滑挺的时候 夏天尤其是夏天 它会出汗 出汗呢 然后这个防晒霜就不断的往眼睛里 那个 就流啊 然后眼睛就实的睁不开 所以呢 以下啊 上边呢 最好戴一点帽子 这个也是一个必备品啊 但是今天我没有给大家拿过来帽子啊 嗯 这个 很重要 如果是你超过两个人 的这么一个运动啊 当然一个人我也建议大家 如果是划长途的话 尽量背一个急救包 呃急救包里头包含什么呢 就是简单的一些绷带要有 呃这是一个就是急救剪啊 就是剪衣服的 呃有呢更好 没有呢这个也不要紧 但是一些串可贴 还有一些 呃临时的这种的喷雾啊什么的 你是保证要背的啊 呃这个呢就是比较专业一点 然后它是用来那个 呃切割这个衣服 还有就是真正的一把就是剪啊 呃一个 直血带 嗯 这个就是在你受伤的时候 这个直血带 后来 呃我们 那个就是给大家讲急救的时候 可能呃用这个啊 教大家用法 现在只是告诉大家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嗯 三脚机 呃还有我们这里头最关键的是要有 这个大家都认识啊 呃夏天滑艇的时候一个必备就是乌香震气水啊 呃最好就是带个两三瓶啊 嗯 放在急救救包里 然后以备不时之需 当当当当当这个是一把救生刀 当然了救生刀呢是分好几种 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粗暴的这个是一个通用刀 为什么叫通用刀就是你割绳子也好还是就是有的时候吃一些食物也好啊都可以用得到的呃但是如果是你是短途的话你就被一个这个呃就是水上用的勾刀就可以呃勾刀呢有点好就是比如说你的船万一被这些网啊什么的就是缠绕了以后你可以很灵活的把它解决了嗯好一个大的 这个大的蟹扣上面嗯是有一根绳子的啊呃偶尔比如说有人划不动啊什么的作为拖拽还有就是说呃你那个就是靠岸需要栓船的时候这个是很便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是作为一个拖的这个被用的呃船上呢本身应该你必备一套就是说呃三米的绳子两个蟹扣啊呃这个 就是今天的防水包啊这个是有十身的有五身的啊这个是一个双肩的这么一个啊防水包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东西一致的把它放进去啊呃脱衔的最好放在船就是你看你也可以这样这个蟹扣的作用就很明显了你可以把它这样的扣啊因为你 平时都要用的你把它扣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船的松紧带上就ok了啊这个房这个手机包呢我们也是要用的手链扫子一定要带着你的脖子上啊因为这个是呃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常用品啊 好你的急救包也放进来防晒霜涂完了也可以放进来盖好你的带着呃这把刀呢嗯你也可以放在外面你也可以放在里面根据你滑的这个区域还有环境来决定它放在哪里啊但是你必须有啊 好好那我们现在把防水包分起来你看啊它是一个五升的这么一个防水包但是也能放这么多东西看怎么怎么把它弄起来一圈两圈扣好这就完成了啊然后呃如果你是要背着它那你就可以两个肩带一块上啊就背着它如果你不是背着它 那把这个肩带呢那把这个肩带呢调到最短啊扣在这个上面等一下呢你就可以因为我们船上还有板上都有松紧带你就可以把它嗯换进去就ok啊